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与Lia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白雪仙的艺术人生。 今天将会和大家讲一讲白雪仙在仙凤鸣剧团的时期。 在1956年,白雪仙和任劍辉、梁省波、令刺白 组成了仙凤鸣剧团,即是不再用新星剧团的班牌。 而且他们招聘了唐狄生做粤剧、编剧。 另外唐狄生亦负责打理剧舞。 先凤鸣剧团最大的特色,就是吸收了京剧和坤曲的表演艺术。 这个主要是由于唐狄生的关系。 因为唐狄生的太太,郑孟霞,当时是一个京剧和坤曲的著名女龄。 所以唐狄生对于这方面也有相当之了解。 台前幕后,先凤鸣都能够港纳人才。 在台前,就有梁省波和靚刺白等等, 这些成名的大老官,压着阵脚。 幕后就有教授舞蹈的吴细芬、设计服装、 教经剧的孙养龙夫人张淑贤女士。 而其他音乐、化妆、灯光等等, 他们都请了专人来负责。 时间到1956年6月,第一届的先凤鸣就开罗了。 首届的先凤鸣剧团是在利母台开罗的。 首演《红楼梦》, 在剧里面白雪仙就是做林代玉。 做完《红楼梦》之后, 就换演《唐伯虎点秋香》。 白雪仙在剧里面就是做秋香。 同年11月和12月, 第二届的先凤鸣剧团就跟着上演。 首先就是上演《卯丹亭惊夢》。 在这套剧里面, 白雪仙就饰演《杜丽良》。 其后就转演《川金宝线》。 《川金宝线》里面, 白雪仙就饰演《吕超华》。 接下来到1957年1月, 第三届的先凤鸣剧团, 就上演《蝶影红尼记》。 在《蝶影红尼记》里面, 白雪仙就饰演《謝素秋》。 另外, 亦都是上演《花田八喜》。 在这套剧里面, 白雪仙就做《刘月婴》。 同年6月, 就是第四届的先凤鸣剧团。 这一届仍然是在《蜜舞台》上演。 这一届仍然是上演唐狄生的新剧《帝女花》。 在《帝女花》里面, 白雪仙就做《长平公主》。 同年8月, 第五届仙凤鸣开罗, 就上演唐狄生编赞的《紫猜记》。 在《紫猜记》里面, 白雪仙就饰演霍小玉。 同时, 这一届仍然是上演《帝女花》。 帝女花仍然是白雪仙上演《长平公主》。 时间到了1958年3月, 第六届仙凤鸣剧团, 就在《蜜舞台》上演唐狄生的新剧《九天玄女》。 在《剧》里面, 白雪仙就饰演《冷霜闪》。 接着同年九月, 就是第七届仙凤鸣剧团。 这一届上演《西流错梦》。 在《剧》里面, 白雪仙就饰演《穆素辉》。 接着1959年9月, 第八届仙凤鸣剧团, 就在《蜜舞台》公演唐狄生的新剧《再世红梅己》。 在《剧》里面, 《白雪仙》就饰演《李慧良》和《盧超容》两个角色。 因为唐狄生在这一届里面, 就不幸爆血管就逝世了, 对《先凤鸣》的打击相当之大。 所以接着那两年, 都停了没有演出。 一直到1961年9月, 他们才重新演《第九届仙凤鸣》。 第九届仙凤鸣, 就在《蜜舞台》上演新剧《白蛇传》。 在剧里面, 白雪仙演《白嫂》。 在1961年, 在1961年, 剧里面, 剧里面的精英组成了《初凤鸣》。 《初凤鸣》。 《初凤鸣》的由来。 《白雪仙》演完《白蛇伸传》之后, 《初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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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凤鸣》。